經典裡面說,逢苦不憂 碰到苦,不要憂愁 你可以受苦,不要憂愁 你不要雙重受苦 身體受苦,心靈又憂愁 不要緩怒,不要憂愁,沒什麼好憂愁的 我們人會憂愁,主要是因為我們妄想這個苦能夠 消失啊 能夠消失 告訴大家,那個苦是不會消失 不要好看 你就受,甘心忍受就好 你不甘心,你就憂愁 你憂愁,你就 你就 好不會消啊 就這樣,太空,太香 太空,太香 像一大堆爛招出來 都弄西弄 更憂愁,更苦,苦上加苦 都要夜上節夜 甘心忍受 什麼叫娑婆土 娑婆就是 忍受的意思 就是堪忍 不甘的忍受 告訴你 十堆會堪的 我們人就是設計來受苦的 你再受得了苦 再苦你都受得了 就是憂愁動未掉 那苦誰受不了 再苦你都受得了 我們身體就是一個受苦的機器 那都會堪的 受苦 一旦接受以後就過去了 不接受在那邊 推來推去的 還是要受啊 對不對 推來推去 跟你推得了多久 來吧 該來了就來吧 不要怨恨 就接受 該受窮就受窮 該受病就受病 該受侮辱就受侮辱 看什麼不好的 今天受人侮辱一定前世侮辱人 意思是這樣 今天受生病一定是 讓別人生病 對不對 今天短命一定是讓別人短命 很明確的 我就接受 現實一點 人生不會就是面對一個苦海 哪個人不苦 我看在座哪個不苦 哪個不苦 面對苦惱的 態度問題 用心的問題 受苦不憂 受苦沒有關係 不要憂愁 甘心就不會憂愁了 你甘彎就很痛苦 你甘彎不行了 大部分痛苦 來自於憂愁 風苦不憂 其實大部分修道人都用 生病來消業障 不會害到別人 老實講 我們不要說這個人業障重生 你事業失敗 那這害到很多人 對不對 害到很多人 車禍還害別人撞死你還要賠錢 自己病了 最簡單 連師母都是用這種方式 最簡單的嘛 生病這個消業障是最簡單的 但是就是要甘願 愛甘願 受窮也是一樣 大部分人就是受窮 最怕窮 貧病交迫 對不對 最怕這個了 貧病交迫 苦有很多種 但這邊強調的是這種 你躲不了的苦 躲不了的苦 會讓你去找對象要報復的苦 都是你害我的 那種苦 沒有別人害你 都是自己害自己 所以 疯苦不憂 最重要的是 受苦當然不要憂愁 甘心忍受 甘心忍受 會發生什麼結果我不管 甘心忍受 如果能夠做到疯苦不憂 那麼這個心就看理相應 由形而棄理 形而棄理 所以我們 受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受苦能夠不憂 那就和 和理相應 所有的諸佛菩薩都是 逢苦不憂 他可以受苦他不會憂愁 你說我們師尊師母不受苦 你說這些前人 典傳師不受苦 也是受苦 你說孔子不受苦 你說釋迦蒙靈活不受苦 都受苦 他只是不會憂愁而已 對不對 他不只受苦 不只受病苦也受窮苦 簡單的說 貧病交迫 生活環境都很惡劣 居無定所 貧病交迫 逢苦不憂而已 聖人不是 富貴榮華的 聖人可貴之處 不是說他富貴榮華 可貴之處是他 逢苦不憂 所以我們 受苦的時候 就要問自己 會不會憂愁 你如果受苦 憂愁無限 怨恨無限 那就 欲加沉淪 苦上加苦 如此而已 不要怕受苦 誰都在受苦 沒有人不受苦 差別只在憂愁而已 哪個人不受苦 阿扁不受苦嘛 郭台銘不受苦嘛 哪個人不受苦 最有權勢 最有財富的都受苦 苦的不同 都是苦 看你憂不憂愁而已 所以這個叫做 暴冤行 一般人都 冤氣沖天 冤氣沖天 烏盆祭 冤氣沖天 暴大人 給我一個公道吧 像馬英九去拜包公 給我一個公道吧 冤氣沖天 要去體悟這個冤 冤從何來 沒有這麼複雜 就想自己是不是 從這輩子就可以感覺到 我是不是多起冤症 說口吐啦 來到這個事件受苦是一定的 很簡單 受苦憂不憂 為什麼不憂 就是因為 了解 了解事實 為什麼好憂愁 我們憂愁無非是說 認為這個苦是可以避免的 認為不要有人害我就好了 就算有人去完成這個事情 但是 陰都不在那裡 陰都不在那裡 陰都在自己 樹羊 惡葉果熟 過去不知道什麼時候造的災樣 這個惡葉的果成熟了 都在這裡 所以我們修道人不是修一個不受苦 而是修一個受苦不憂 修這個 所以孔子說 君子顧窮 小人窮思濫意 君子不是沒有窮 像子路問孔子 君子一有窮夫 君子也會混到像我們這種地步 他很不凡 很不爽 我們都不是當君子的毛 混到這麼困窮 連飯都沒得吃 孔子說 君子顧窮 小人窮思濫意 君子雖然窮 還是很堅固不動搖 豐富不憂 他還是 勿守正道 體緣盡道 受苦可以消業障 甘願接受很快就消了 不甘願 就越搞越大 滾雪球越搞越大 不甘願就會起 憎恨心 一開始造業都是貪心造的業 等你受苦的時候你忘記了 所以最好是縣世報 縣世報你還記得 我們很討厭聽到說縣世報 事實上縣世報是好事啊 你起碼還記得 對不對 這輩子殺人 後來又被人家殺的 這個自己認 這輩子就沒殺過人 之後被人家殺人 你就很不甘願 是不是 所以就怨恨了 變成利鬼 要來報復 所以一開始都是貪心 忌妒心 到最後呢 等到受報的時候 因為不記得了 所以就起誠恨行 元氣從天 最容易想的就是 我什麼都沒做啊 我很好啊 為什麼我要受這個 像馬英九說的 我一輩子奉公守法 為什麼變成貪污犯 不要怪別人 會變貪污犯 有原因 一定 其他上輩子冤枉過 別人跑不了 像我 剛進入道場的時候 就有一位 文錢人 文道宏文錢人 他歸空以後 文錢人修行非常的好 也是拋家舍夜到台灣來開荒 那時候 我追隨的那位 有錢人 有點兒時 他就拿那個文錢人 結緣訊給我看 這文錢人他就是 他結緣訊上面就講到他的姻緣 他就是前世 不知道在哪個朝代當官 然後 冤殺了一個人 就人家沒有罪 可是 可是你把他判死刑 要冤殺了一個人 當官有時候很容易做這種事情 因為證據 不利的證據 有時候被人家栽贓 這都很難講 要冤殺一個人 這輩子雖然修到 到了晚年的時候呢 那個冤箭上門來 整天糾纏不休 糾纏不休 但後來他做錯了一件事情 他在壁壇 跳水自殺 前人喔 他是想說我還你 他是太痛苦了 說我還你了 就跳下水 跳下水就回不去 怎麼可以自殺 當前人自殺 做那麼壞的示範 然後 他就 他又回不去 回不去就 就上了那個誰的身 我們剛才講這位有錢人 有錢人的女兒的身 他的女兒現在 清修還在南四角那邊 管理那個道場 上了他的身 那個女兒還是小孩子 上了那個身 說他 碰到狀況了 要請這個有錢人去找我們 周老前人 幫忙解決 最後周老前人就去跟師母禀告 師母那時候還在 師母說 回去吧 一句話他又回去了 就解決了 解決以後就來結緣 逢道宏大賢 他還是大賢 逢道宏大賢 他就叫 文道宏 他的法號 就叫道宏大賢 這個很明顯 前人的修得多好 冤縣縣前 他是不應該說 跳水自殺 這絕對是不應該的 他就是錯在 憂醜了 擔憂了 做錯一步 幸好師母慈悲了 回去吧 一句話 所以後來這個有錢人就跟著我們周老前人 就是這個緣故 所以這個真的是 不是你看得到的啦 那想著說他上輩子做大官 然後原判了一個人 那個是最嚴重的 我們是不是幹過這種事 很難講的 很多人修道人前世都 有那個所謂善根胡德嘛 對不對 以前是有做過什麼 尤其是身在宮門 好修行也好造業 在古代 古代 有胡報的人都是做官的 科舉制度 都做官 我們可能在座都做過官的會議 對不對 那時候做官的權柄有多大 父母官啊 要你生就生 要你死就死 好 我們今天就講這個 逢苦不憂 甘心忍受 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 有沒有什麼疑問 有時候那個蚊子的蒼蝿那都是同一個性 對 那這樣子 我們就不能 打蒼蝿蚊子了 蒼蝿蚊子 你打他 你只有打到他的 肉體而已啊 你打到他靈性 對不對 他靈性你打得死啊 是不是 變成我們打他 他死掉 你看 幫他超生 這種像這種都是小潔啦 蚊子蒼蠅這些 你打他 你不要說因為打他起稱恨心 如果說只是維持 維持這個 清潔衛生啊等等的 這沒有辦法 你說都不管蚊子蒼蠅 這個蚊子蒼蠅 吃杯喔 豬逼喔 把人都給吃掉了 對不對 那也不行 世間就是這樣子啊 他有取捨的 沒有辦法 不要起稱恨心就好 世間蒙蠅宇佛碰到那種 王阿侯心鬼大堆 他也是叫弟子把他清理乾淨 對不對 不要起殺心就好 弟子說清理乾淨要殺很多啊 生命啊 世間蒙蠅宇佛說 我叫你清理乾淨沒叫你殺生 對 這是用心的問題 對不對 這是用心的問題 好 我們今天就講這一章啊 修行第一步 教明因果 要深信因果 善有三報 惡有惡報 這是一個定律 這是跟地球繞著太陽轉一樣 它不會改變的定律 你信也是這樣子 不信也是這樣子 你信就有福了 你不信就有禍了 很簡單 好 我們現在開始來 三報修辭